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东莞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条上 可能链接着成千上百个相关的小企业和工厂 可谓规模巨大 但是随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 东莞一直赖以生存的加工制造经济模式遭到打击 大企业外迁 小企业倒闭 这些现象在东莞轮番上演 随着大企业外迁 用工荒 招工难 已经成了东莞劳动密集型市场的常态 不少劳务人员选择返乡创业 或者做点小生意 而随着网络兴起 也有不少人做起了网络直播 就目前的情况而言 单纯的流水线对他们的吸引力越来越小 工资低 加班多 规矩多 这是很多打工人对工厂的看法 那么离开工厂的人需要快速面对这个新型社会 而提升自我技能非常重要 将来的机器将彻底替代人工已经是事实 要想保持自己的竞争力 就要不断适应环境的变化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